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第三级警戒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北市同居者传染的情况相当严重 过去只针对同居者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导致未能及时掌握确诊情况 因此即日起北市将改成一人中标全家筛减 另外我们对这个新冠肺炎 这一两个礼拜来的观察 发现它有个特色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加护传染很明显 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 我们目前确诊者会交由这个 12行政区的健康服务中心去做疫调跟追踪 以后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政策是 一人中标全家筛减 如果有一个确诊者 我们这全家都要筛减 至于怎么做 我们会在这个健康服务中心 去给居家隔离书的时候 我们在上面跟你讲说怎么联络 带去哪里做 这我们会在研究看看 那这种家庭的这种筛减 我们会用工费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说 费用由台北市政府来出 另外我们还解决的是怎么运送 这细节 我们大概今天晚上 我们自己内部在讨论 不过我们基于这个疾病 很明显有家乎感染的趋势 你知道 常常是一个人得的 那全家都会感染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一人中标全家筛减 这个政策我们要执行 至于怎么做 那个细节我们会 也不用市民朋友去担心 我们会直接折成 那个健康服务中心来处理 至于详细的执行细节 像是到哪里筛减 费用怎么算 以及相关流程尚未出炉 目前初步朝向有公费支付筛减费用 期盼借此抑制加户传染的风险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